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來到就是 胸式呼吸的教學 那胸式呼吸它很講求就是 你的橫隔膜肋骨會完全的擴張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就是躺下來 然後去做練習 總共會有兩個動作 那記得在躺下來的時候 安全的方法就是呢 你會先側一邊 然後慢慢的躺正 對你的脊椎跟頸椎都是比較好的 你可以先找到一個放鬆的姿勢 很像瑜伽的大休息的姿勢 把身體鬆一鬆 然後讓你的鎖骨打開來 然後這時候你可以把兩個手 放在你的肋骨 凸凸的地方 背部放鬆 然後讓你的眼睛閉上 感受你的心跟你的身體 沉澱下來 你可以先深深的吸一口氣 會感受你的手指頭開始擴張 肋骨被撐開 把氣吸薄 然後你要感受你的身體 也是往四個方向擴張的 不是只有前後 吸到脆飽以後呢 用嘴巴慢慢的吐氣 你可以重複練習五次 深深的吸氣 深深的吸氣 緩緩的吐氣 在練習呼吸的時候 可以把你今天 可能上班一整天的煩惱都忘掉 然後專注在你的身體呼吸的連結上面 會發現自己會慢慢的靜下來 然後你可以準備好接下來的課程 所以一開始練習就是呼吸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你完成五個以後呢 可以把手輕鬆的放鬆 然後左右轉動一下你的頸椎 然後你的頸椎吸氣的時候 讓你的下巴往天空 讓你的喉嚨展開 吐氣的時候 讓下巴點向胸口 來重複做幾次 找到你的鼻尖 還有你的額頭 跟天花板是平行的位置 所以不會過度的仰頭 也不會過度的低頭 讓你的頸椎找到最放鬆的位置 好接下來我們會讓你的雙腳去膝 雙手向上延伸 我們會來到側躺的位置 注意你的頭就躺在你的手臂的內側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幫助大家 去感受你的肋骨 就是往3D的方向就是擴張 所以你可以把手先放在你的耳朵的旁邊 眼睛閉上以後呢 要注意一下你的膝蓋喔 就是不要太上來 也不要太下去 膝蓋跟膝蓋並攏 然後腳跟在你的尾骨的下方 身體放鬆以後呢 一樣深呼吸到你的胸腔 感受它擴張 感受它擴張 然後吐氣 應該可以很明顯的在吸氣的時候 就是看到我的身體是膨脹的 很像氣球一樣被撐開 好完成以後呢 我們把你的左腳向下延伸 輕輕的點到地板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會配合呼吸跟動作 吸氣的時候 左手左腳微微的上下拉長 很像一條有彈性的繩子一樣 那所以不是往上 那是往你的頭頂跟你的腳尖的方向 然後吐氣的時候放鬆 它會縮短 回到地板 第二次吸氣延伸 有感覺出來這裡是拉長的齁 吐氣的時候放鬆 我們再做三次 吸氣 吐 最後兩次深吸 吐氣 吐氣 最後一次吸氣 吐氣 吐氣 有沒有發現我的腳尖都是往下壓的 這樣你的筋膜才會完全的被拉長 所以不要勾腳環然後手指頭放鬆 那第六次的時候我們停在空中 吸氣一樣先延伸 吐氣的時候讓你的手往前 臉朝下 然後腳壓腳被往後 那時候你身體的旋線的筋膜會被轉開來 慢慢地吸氣 慢慢地吸氣 胸口打開 腳勾 腳踝 往前踢 視線看向後方 全程都看著你的手 這時候勾腳踝 吐氣的時候回來 壓腳背 拉長身體 盡可能地前後延伸 吸氣 展開 吐氣 吸 然後可以越踢越高 因為我的肌肉越來越柔軟 吐氣 筋膜會慢慢地隨著動作 然後放鬆 就會發現身體會變長 再一次吸氣 動作會慢慢地加大 吐氣 吐氣 鼻子吸 嘴巴吐 然後慢慢地回到中間 放鬆 然後你可以躺回到中間 感覺一下你的身體兩側 像我現在就會很明顯地感覺到 我的左腰的地方 它會比較貼著地板 好兩個腳的長度 左腳會變得比較長一點點 因為我剛剛做完左邊 左邊的筋膜會比較放鬆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換 另外一邊試試看 好注意起身的時候 一定要先側躺 手推 讓自己安全的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右半邊 一樣側躺 然後膝蓋並攏 腳跟在尾骨的下方 好我們讓你的右手來到耳朵的旁邊 身體都放鬆 一開始你可以用你的手輕輕地 就是掐著你的肋骨的側面 把氣吐完以後 然後深吸一口氣 感受你的胸腔像氣球一樣展開 然後用嘴巴吐氣放鬆 可以重複練習幾次 好大概三次以後呢 把你的右腳向下延伸 輕輕地點到地板 一樣把氣吐完身體放鬆以後 吸氣讓你的右手右腳上下拉長 腳尖向下手指尖向上 吸爆氣以後吐氣 身體放鬆 第二次吸氣延伸 感受你的身體 上下 很像兩端有人拉著你一樣 吐氣鬆 再一次深吸 大家在做的時候可以讓眼睛閉上 可以更細微地感受你的身體 吐氣 最後一次喔 吸氣 還可以停在空中 吐氣的時候 準備讓你的手往前 臉朝下 你的右腳壓腳背向後 都是很空的喔 把氣吐完 吸氣 胸口打開 右腳勾腳踝往上踢 吐氣回來 壓腳背 很像在滑水的感覺 盡可能讓動作的 延伸然後加大 再一次吸氣 吐氣 腳可以越踢越高 一開始的時候會覺得有點緊 還會伸展到你的理狀肌 做不神經的地方 吐氣 再吸氣 我自己很喜歡做這個動作 因為你的身體會完全被打開 平常伸展不到的地方 胸口 吐氣 吐氣 延伸很多 最後一次吸 可以再提高一點 胸口再打開更多視線看向你的手的地方喔 吐氣 那這個動作會建議大家可以做十次左右 然後回到中間 好一樣你可以再躺平 感受一下現在身體的兩邊有沒有平均的放鬆 我現在就很明顯的感覺到我的腰跟我的骨盆雙腳就是很放鬆 比較貼緊地面 比較穩定 那當你把你自己的全身的肌肉好你的心情放鬆以後 接下來就可以更進入狀況的練習 好 那我們就慢慢的側握做起來 好我們現在會來到第三個動作 一樣要注意一下你的膝蓋腳跟跟尾骨的方向 然後側躺以後呢 把你的兩個手向前延伸 然後注意一下你的手掌要對齊 所以你不會這樣子也不會這樣 肩膀跟肩膀是對齊的 那這個動作呢 對我們的呼吸還有你的肩膀 就有很大的放鬆的作用 那準備好以後呢 你會先把兩個手打開跟你的肩一樣的寬度 然後肚子收緊 骨盆是穩定的 所以骨盆不會這樣子鬆掉 全程它都是有一點點好像你的大腿內側夾緊一張一千塊的感覺夾緊 所以不要鬆掉 好準備好以後看著你的左手 吸氣的時候往天空打開 這時候注意骨盆穩定 吐氣的時候手往後 那你第一次做的時候 會覺得這邊有點緊緊拉到的感覺是正常的 所以不要為了讓你的手這樣碰到地板 然後骨盆打開 這樣子錯誤的一千塊就會飛走 好 好手停在這邊以後 你可以先深呼吸一次 吐氣的時候放鬆 把氣吐完 看著你的左手吸氣回來 吐氣合起來 這樣會算一個完整的動作 我們再做兩次 吸氣 核心穩定 吐 你看發現第二次手就會再更放鬆一點 停留一個呼吸 吸氣到你的胸腔 吸氣到你的胸腔 吐氣 把氣吐完 吸氣回 吐氣合起來 最後一次吸氣 吸氣 會感覺你每一次做 身體的感覺都會不一樣 吐氣 現在我的手已經可以碰到地板了 但是我的骨盆還是保持在穩定的位置 吸氣 停留一個呼吸 大口吐氣 吸氣回 吐氣合起來 還可以做大概五次 那我們現在完整第一個動作以後 會接著做第二個動作是畫圓的 那回到中間以後一樣 對起你的手 吸氣 往你的頭頂的上方 拉長 很像我們剛剛做的呼吸練習一樣 然後把你的身體延伸 很像畫圓規一樣 就要把圈越畫越大 是越好的 畫一個大圓 繞過你的臀部 大腿 注意回來的時候 你要很像刷卡BB一樣 穿過這個手 再拉著 吐氣 再吸氣 動作我都會示範三次 那你們在做的時候 可以做五次或是更多 然後逆時針一樣做三次 吸氣 然後記得你的手勢是打開向上 都是配合吸氣 吐氣的時候都是縮小放鬆的 第二圈 吸氣 胸腔打開 來 盡可能的向上拉長 吐氣的時候鬆 背也放鬆 最後一圈 吸氣 吸氣 側腦肌肌肌肌延伸 吐氣 然後完成以後慢慢地躺回到中間 然后这时候我都会请大家测试一下 两个手活动度 会很明显的左手比较放松 然后两只手的长度也可以测试一下 然后我把肩胛骨收好 我做完的左边 看我现在收好的哦 做完的左边会指节 会比较长一点点 大概长半个指节 然后等一下右边做完 右手会一样放松 手对齐 再复习一次哦 打开 然后注意一下你的膝盖脚跟 把气吐完 核心骨盆稳定 吸气右手展开 通常右手大家会比较紧 所以多一点耐心 或者多做几次 吐气的时候松 呼吸到你的胸肠 感受它撑开膨胀的感觉 吐气手放掉 但是骨盆不松 吸气右手回 吐气盒 第二次吸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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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手站的往下沉 吸气回 吐气 准备接化缘 吸气右手向上 身体延伸 看向你的右手 吐气 手掌心 往下转 穿过你的大腿 手掌继续向上 手掌继续向上 最后一圈 逆时针 大家在做的时候 可以做五圈到八圈 所以其实不用局限次数 你可以跟着你的身体的感觉 如果你今天比较紧绷 你可以多做几次 所以时间比较足够 多做几次也会比较放松 不用急 好 做完以后 回到中间 顺着你的身体 躺回到链子上 然后一样把身体都放松 好 现在可以再测试一下身体的两边 你的肩膀 肩胛骨的感觉 我现在感觉 很开阔 然后两个手一样 肩胛骨收好 我现在收头就回到一样长的长度了 就都变长了 好 那我们就完成 呼吸方面的三个动作了 那大家在做的时候 可以依照自己身体的状况 去选择你今天想要做什么 动作的练习包含次数 那这些动作呢 可以在就是你一整天下班以后 你觉得很烦躁 或身体觉得很痠很紧的时候 可以当作一个放松 绝至的是什么 让右边也 Moż 或转个时机 都存在 你是什么 这些动作准子